第二回合資格再提為 第一個提示 請看五秒 天后再來叫天后 第二個提示 再開十秒 嚇壞了 妳怎麼了 不是幹嘛 妳要吵打她 吵打她 真的 還要輸到小數啊 這次只能這樣子 我 心臟跳超快 嚇壞了 發出吃奶力氣 真的 等一下 冷靜 冷靜 妳的答案是 我的答案是 好聰明喔 還不知道答案的舉手 說真的 她搶的同時 還不知道答案的舉手 樂妍知道 我已經按了 我已經按了 妳也是個答案 對 這個反應要 很冷靜 黎明到對面 好厲害的她 好厲害 謝謝 來 請許小興就位 許小興同學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畢業 需要電箱嗎 墊腳 墊腳 因為那個醫生說說這個 因為3C的關係 長低頭的話 傷頸子 你知道 所以我有點吃力的 哦 哈囉 小溪 嗨 已經看到你了 太好了 太好了 現在是台北市議員 松山信義局 松山的鄧麗君就是你了 對不對 我會不會正常 可以... 等一下 你在發言 跨下發言 可以了 四分鐘的答題時間 好 請出示她的第二套題目 來 請看 你的題目第一題 松山信義分不清 因為你是松山信義局的議員 分不清什麼就不知道了 小別勝新婚你的心 因為去結婚一年多 一年 兩年 快兩年 對 早餐店網路排行 家裡面就是開早餐店的 對 先生剛好是網路溫度計的總監 對 漂亮 墨爾本島嶼 你們就跟老公一塊到墨爾本去玩 對 對 熱氣球首行 蜜月的時候去土耳其 坐在當地做過熱氣球 TRS健身 你用這個方式 曾經瘦了七公斤 對 品牌有研究 你喜歡研究各種名牌品牌包包 興趣是嗎 哲學家趣文 你對哲學書籍是非常興趣的 是的 好 我們從哪裡開始 當然是要從我的選區開始 松山信義分不清 松山信義分不清 這兩區 這兩大區很重要耶 請出題 四分鐘到處 下面來一項以松山命名的地標 是真的位在台北市松山區 A 松山文創園區 B 松山車站 C 松山國小 我的答案是 C 松山國小 金索麗 那松山車站是哪一區 其實它這個很多都是 有的是在像松山文創園區 已經是在信義區了 然後松山車站應該是在南港區 就是在交界 那因為以前行政區劃分的時候 只有松山區沒有信義區 信義區是後來才劃分出來的 所以很多像什麼松山慈惠堂 松山什麼 松山什麼 其實都是在信義區 所以松山慈惠堂不是松山區 不是 是在信義區 那怎麼可以 那要改叫信義慈惠堂 那因為它是老松山 對 它是老松山 對 請介紹 妳知道說松山慈惠堂還有什麼 哪邊是松山 不是松山區 那個附近的廟很多都是用松山去 都是老松山就有 對 就是老松山的廟 因為廟它是有一個歷史傳統在 它就是用舊的地名去命名 那第二題很好 第二題選早餐店好了 從自己看 早餐店網路排行 謝謝主題 我自己最喜歡吃C 但是我的答案是A 鐵板麵 請主題 鐵板麵有很 真的很多人點嗎 有 是比較欣欣的 就是早期就我很小的時候 是沒有鐵板麵 對 沒有了 然後後來有鐵板麵之後 大家就瘋狂點 然後一定都會加半熟蛋 大多數的人 然後主要三個口味 有蘑菇 黑胡椒跟那個義大利 義大利紅醬 對 義大利紅醬 三個口味 妳有在幫忙做生意嗎 有... 我從國小的時候在家裡幫忙的 多好的孩子 所以都長不高 太辛苦了 是不是有點看胖了 OK 再有一點 不要 第二題 請揭曉 漂亮 真的是鐵板麵 對啊 加油喔 還有五題 還有五題 你就破自己的紀錄 下一題我選那個 墨爾本好了 墨爾本島嶼 請主題 澳洲墨爾本的菲利浦島 因為某一種動物的數量眾多 因此它又被稱作是什麼島 A 海豹島 B 海牛島 C 企鵝島 都有可能耶 我的答案是C 企鵝島 企鵝島 請鎖定 怎麼把海鳥跟海豹撇掉的 因為我只是印象上次去的時候 有人跟我講說 那附近其實有一些企鵝 問我要不要去看 所以我其實這一題 並不是很確定 企鵝島答對沒有 來 請介紹 好 在這個菲利浦島上 其實海鳥 海豹跟企鵝都有 但是企鵝的數量特別多 大概有三萬隻左右 而且這裡的企鵝很特別 它叫神仙企鵝 這個身材就跟巧心一樣巧小 大概只有三十公分左右 看起來非常可愛 而且如果你到這個地方 它其實每天在日落時間之前 都會告訴你說 大概這個區域會出現幾隻企鵝 所以非常看你的人品了 如果你人品爆發一波的話 才有機會看到 比較多隻的企鵝 可是要注意這些企鵝眼睛很脆弱 所以上到菲利浦島的話 千萬記得不要拿閃光燈 直接去拍攝企鵝 你應該下次要去走一走 他們看到你 搞不好跟看到親人一樣 我比他們高一百二十公分 下次就跟他們比誰高 你不要這樣子 你太樂觀了 你在那邊 你就變姚明了 厲害 再四題 好 第四題 交往多久結婚啊 沒有很久耶 大概半年多 這麼閃 對啊 因為 這很閃婚耶 這個 就是不想被狗仔拍你知道 為什麼你們不能 政治人物為什麼不能談戀愛 可以... 只是說這樣子 你結婚以後 他們就不想再跟妳了 就自由了 除非你外遇啦 就是 除非 然後說 這樣 對 多一組人幫我看我先生 的心中也不錯 小別盛興婚 請主題 我們常講 小別盛興婚 是來自一句農村諺語 那請問他的下一句是什麼 A 大別再初戀 B 大別緣分滅 C 大別絲斷魂 怎麼沒有大別就離婚啊 白痴啊 我的答案是 A 大別再初戀 請時鎖定 妳中文好嗎 還行 但是因為後面兩個都是指說 就是 會分開 但是感覺他這一句話 是大別還是很好 就是小別很好 大別更好這樣子 所以如果按照文藝的話 小別很好 大別更好 那不急也不是更好 他是說 見面時間啦 就是見面時間 比如說你有一點沒見的時候 就盛興婚 但是如果你很久沒見的話 那他是感情會更甜蜜 好像跟初戀 跟初戀一樣 對 更甜蜜 所以B跟C都是反方向 而且是同一個方向的 所以我就選A 另外他答對的舉手 妳看 妳看 另外是大別緣分滅的舉手 還有兩隻啊 大別絲斷魂 對 三個嘛 對不對 稍微合理 妳大別 妳主要是什麼 我們選B嗎 B嘛 原分滅 因為通常上下句 第一句是平的 尾句就要是四聲或三聲 我是用這個去推理 因為 就是上 第一句是一二聲 下句就要是三四聲 所以我用這個去 不一定 不一定嗎 月落霧提霜滿天 一聲 江峰與火對從米 可是還有啊 下面還有啊 對 遇到到課船 船也會往上咬 那可能誤會 他就一句 那對不起 他可能誤會了 不研究 反正沒有人投妳就對了 我會AC選 可是我不會選到 如果妳對的話 我要重新思考這問題 來 切穎揭 他打醉 好厲害喔 好厲害 好厲害 好強喔 為什麼 好 那剛剛很多人 是用孕腳來看 不過其實 恩跟安 他們其實是屬於 同一個孕腳 所以這個賽初戀 跟聖新婚 其實他在這個孕母上面 是沒有什麼錯誤的 那其實他也是想要 然後表達說呢 當你離開的時間更久的時候 你會更愛這個人 但是呢 他也有反應的 可是呢 不是我們剛剛另外兩個選項 還有另外一個也是說 當你真的離開太久了 兩個人之間的這個感情 也會越來越淡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會大跌生距離 恭喜第五題 來 小欣姐厲害的生距離 我選 我選 哲學家趣聞好了 哲學家趣聞 請出題 請問哪一個有名的哲學家 出了名的怕老婆 甚至自嘲家裡 漢富可以幫自己修身養性 A 蘇格拉底 B 柏拉圖 C 亞里斯多德 怕老婆的哲學家 我的答案是 A 蘇格拉底 請主力 妳終於有點彷徨了吧 對 怕老婆的哲學家 妳們有聊過這個話題 有 我知道有一個 怕老婆的哲學家 真的是超怕老婆的 但是我不知道 是他們三個人誰 就是都是類似那個 時代的人 因為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 跟亞里斯多德 他們是三個接近的時代 就是在這個時期 裡面有一個很有名的人 真的 但是我還真的不知道 最有名的三個人 對 蘇格拉底 我不會猜他 各位 我今天我的靈感 我從看到妳 我的靈感都變弱 很奇怪 直接揭曉 來 對 好厲害 好厲害 然後讀酒有關 就是 他那個不是要有個酒嗎 他聽說他太太來的時候 他都會跑 跑掉 他都會說是...這樣子 今天就有一句戲言 我就說 如果妳想成為哲學家的話 那就娶一個漢婦吧 因為蘇格拉底自己說 他娶了一個漢婦之後 有助於他修身養性 也可以知道 他的老婆其實常常 喝冬失吼 所以有一次 這個蘇格拉底在家裡 他的老婆又破口大罵他 蘇格拉底不想跟他吵架 就直接從這個樓下出去 沒想到他老婆居然在樓上 拿一盆水往外潑 就倒在他的頭上 結果大家本來以為 蘇格拉底應該會生氣吧 結果蘇格拉底 講了一句名言 他說 所以就是剛剛被老婆罵完之後 果然當頭來一盆這個洗澡水下來 那也因此 他常常因為在家裡面 老婆都會罵他 沒有辦法在家裡面看書 所以他就常常到市井上面 去跟大家講學授課 因此也變成一個 遊行派的哲學家 這一切都要歸功於一個 漢族的頭老 三萬在家門口了 我選TRX健身好了 受到七公斤是花多長時間 受到七公斤大概 半年到八個月左右 來請 主題 好運動 TRX是全身抗阻力鍛鍊的意思 請問請出是什麼目的 A 英國搜救訓練 B 美國特種訓練 C 西班牙海軍訓練 我知道是軍隊的 B 美國特種訓練 請鎖定 我的答案是 我的答案是 B 美國特種訓練 已經鎖定了 鎖定好 冷靜 為什麼 因為我確定是因為軍隊的關係 他是因為呢 因為我們常常在健身房 需要做很多訓練 都要有器材 他有哪些動作 就是比如說 他有一個繩子 掛在那邊懸吊 可以這樣子墊背 然後呢 當時就是因為他們 軍人就覺得說 沒有器材怎麼辦 就做了這個繩子 所以他的繩子 可以放在背包裡面 他隨時隨地 只要看到一棵樹 掛上去就可以開始健身了 要做還是要做 請揭曉 答案 答案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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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都給你答就好啦 你把它全答完 再三題 我們今天就抓四隻小豬 第七題 再答對這題 妳就超越了 妳就超越自己了 我上次來也是這樣 等一下... 對不起 我們有民眾很像有點意見 怎麼樣 沒有 我上次也是兩個人 妳都答完了 我就... 我剛剛同時的暗名呢 妳上次來也是這個畫面 對 前面那個人 兩個人都答完了 一個八題然後就結束了 好 謝謝 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問題 妳先稍等... 這位夫人 妳先稍等 熱氣球 還是包包品牌有研究什麼的 選品牌有研究好了 品牌有研究 請出題 請問相連合者為2019網路 最受歡迎的奢侈品牌行榜 TOP1 A CHEFANY B GUCCI C CHANEL 我的答案是C CHANEL 請鎖定 為什麼不是古池呢 其實我也很猶豫 因為Gucci它在前幾年 有出一個新的設計師 那這個新的設計師 非常的火紅 所以Gucci它的營業額 在大概18 19年 就提升很多 但是其實它在 好像去年 今年的時候 又有點往下了 所以我不是很確定 那個時間點 就是選老牌子 網路長勝之地 那為什麼不是提芬妮呢 提芬妮我覺得不是 因為它只出一些飾品 所以它比較沒有全面性的出 包包 衣服等等 還應該沒那麼廣 對 所以我覺得 不見得大家都會買過氣氛 Coco Chanel 請 接下 你 開心什麼 很開心 這個答案是Gucci 而且要告訴大家 這個前三名分別 第一名是Gucci 第二名就是Chanel 第三名是LV 那因為Gucci他們現在 算是義大利品牌當中 最受年輕富裕階層的人喜歡的 所以其實在過去的三年當中 它一直都是網路的搜尋 質量最高的一個奢侈品品牌 我們送個禮物給他做紀念 小新太厲害了 來 聽 好 送給小新的是 彭春梅斯拉頂級保養組 女人最寧靜的避風港 享受頂級保養品的精純呵護 由內而外打造自信與美麗 全套使用了義大利皇室 御用精油 經過認證 讓你身心極致舒展暢快 恭喜徐小新 再次停止你的歷史機率 非常好 謝謝 第三回合的資格賽 來 請就位 全民心動略模範身招募中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籌碼的機會 在社會走跳總要有兩個意志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趕快來訂閱喔